現在呢,我們把硬體準備好了 您可以先把它拉到左上角那邊 因為待會我們會只留下一部分嘛 那你可以把它滾輪縮小一點,稍微放到這裡來 記得在空白地方拉動全部就一起拉動 好,我現在把它縮小一下 有沒有,這樣我們就在這裡了 那接著呢,我們來找左手邊 Google Blockly也是一個open source開源的 好,那我們現在可能老師也有聽過這個Squatch Squatch新版的3.0 現在也是採用Google Blockly這個開源的程式 那您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呢,您所現在看到的變數啦,流程,基本功能 這是所有的都有的 那從進階功能以下就是WebDino自己的 好,這是它自己的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它左手邊這個我們都是一個目錄 都是一個目錄,所以你要找開發版有關的就找它 找LED燈,下關的就找它 但是沒有面包板 面包板是延長線而已,所以不用 好,首先 那 跟我們電腦開機一樣 請問你電腦開機 是直接就進WIN7還是WIN10 直接進去嗎?沒有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開機的時候先出現黑色畫面 是不是先檢查主機板 有沒有OK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硬體有的,要怎麼樣?先解決 所以說你在這邊,我們現在有幾個硬體 是一個開發板,一個LED燈 所以我要先把硬體先抓進來 你看一下,開發板,你就按一下,你們就拿出來了 好,那我們用的是哪一個?是不是叫Smart? 再來我們要使用模擬器,對不對? 好,後面這個呢,後面這個名稱就是這個 如果你玩真的,就是要叫Device ID 可是因為呢,我們現在是玩假的 所以你喜歡叫什麼名字隨便你啊 你要叫他什麼名字都可以 好,這這樣第一個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看,我有一個LED燈 那我們剛剛講的,左手邊這個都是一個木戶 所以跟LED燈相關的控制都在這裡 你不會說跑到這邊來,這樣了解 好,那第一個 他的第一個積木都是硬體的設定的積木 你看你把它丟下來 可是我們剛剛腳位設在多少? 第五,對不對?05嘛 所以你要像這樣把它設定一下 接著呢,你就可以告訴他我要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我要讓他閃爍,我就丟進來 好,這樣就寫完了 那我們剛剛講過,會不會丟那種是一個什麼? HT秒784,你看一下 你剛剛寫的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那要怎麼執行? 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一個這個? Play一下就好啦 有沒有這樣就會亮了? 這樣有沒有簡單? 有齁 如果我想完真的 我就把這個地方 告訴他我要通過Wi-Fi 所以模擬器也可以完真的 我把它變Wi-Fi 然後呢,連接到我這一台 我這一台的話呢 現在應該是叫做 我看 這個 好 我就確認一下 這個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解釋一下 好,你看我們就很累一下囉 好,這樣可以嗎? 你沒有發現我有在玩真的嗎? 嗯 嗯 城市是一樣的啊 玩真的跟玩假的 就只是那裡變的一樣 哈哈哈哈 當然 不是只能在這裡開 你在這裡開關 家裡的也可以 但是這樣會嚇到老闆 哇 哈哈哈哈 對不對齁 所以呢 這樣 了解了 來,趕快給大家試看看齁 記得一件事情 硬體先解決 好 所以你一定要腳位要對才行喔 好 你的腳位一定要先對 你腳位不對,抱歉 牛頭不對,馬嘴 他就懶得理你喔 好